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身轻轻易紧 后方猛的一缩 正在行内顶峰作案的器物 一随之一颤 一双手万分拾气地缓缓地从蓝望鸡的腰间 俯至颈尖 诺声道 夫君 这声呼唤蓝望鸡心房一颤 嗯 体内阵阵交合 魏无羡眉眉眼满是情欲 生理性的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蓝望鸡见此番情景 方向略微不同地进出对准 魏无羡体内一处粒子大小的软肉 开始一轮几乎疯狂地戳弄索药 戳得魏无羡完全失控 身影支声不断 魏无羡眉朦胧的双眼 望着逐渐失控的道理器物在 他体内静静出出自己身前的器物一猛烈抽出 瞬间几股粘稠的一体并发而出 打湿了二人的腹部 天旋地转接踵而至 魏无羡抓紧蓝望鸡的艰难难道 蓝战 蓝战蓝战 我在 短暂缺氧后魏无羡泪泪眼磨缩 倾尽全力配合自己爱人的节奏 脚紧涌道 急急霸道 深沉的喘息垫川心房 魏无羡浑浑身酥麻 后学被狠狠操弄数次 蓝望鸡附在魏无羡身上沉沉低穿 将爱一剑术释放进道理器内 将自己的完美交付给了魏无羡 伴住相后尚未平息的凌乱 充斥在这方空间内 魏无羡笑着将头埋进蓝望鸡的胸前 果然蓝望鸡心如鹿状 续于蓝望鸡将他捞回怀中 满仗内二人唇齿缠绵 维持着差与倍差的姿势报了一会 情动似有退却之势 魏无羡翻身跃上 双腿大开地坐在蓝望鸡的胯间 蓝望鸡那双会弹琴的双手 动作快了几分掐住 魏无羡的腰脊往上一提再向下一按 魏无羡眉眉心微醋 忍住肠物披静时短暂的胀痛感 几次进出后刚平息的情潮又附勇气 蓝战 我在 一次朝起又朝落 反反复复不知重复了几次 亦不知光阴略过几何 一日 卯时尘光细微 蓝望鸡准时醒来 漫障内浅眸含笑 映出怀中人沉沉的睡颜 白皙的躯体缩在他双臂之间 黑直的长发散乱的扑在软枕上 头部偏不已的枕在蓝望鸡壁弯处 魏无羡手脚并涌像只八爪鱼一般缠着他 为了不把人弄醒 硬是花费了好半天 才得以脱身下榻 蓝望鸡稍微整理了一下房间 想着今日还要参加家宴蓝望鸡快速灌洗 整整齐齐的穿戴完毕 随后在魏无羡额间轻轻印了一下 便转身出门去 约摸一斩茶后 蓝望鸡提着石盒再次回到镜室 见魏无羡还乖巧地睡着 便没有打扰 而将早餐取回镜室 用灵力温热着置于埃及上 随后他端坐于书案旁持壁开始处理起昨日落下的公物 约摸似石墨 魏无羡展颜睁眼 侧手看着蓝望鸡专注的模样 唇角不自觉地勾起 那张俊雅得不似真人的脸 竟看不出一丝情绪 只剩下那双灵活的浅眸 囊括着人世春秋 时而沉静如山 时而明彻如镜 时而坚毅如玉 这是魏无羡这些时日以来 第一次心满意足地迎接曙光 看着自己俊极雅极的爱人 谁能想到这人床子之间 竟是如此的疯狂 蓝望鸡隐隐察觉道 有道灼热的目光在扫尸自己 他浅眸微胎 正巧与魏无羡眸眸光相接 那人眉眼太过浅全 被偷看的蓝望鸡不自觉地心计 侯解微滚 手指拳了全明知顾问开口道 行了 魏无羡嗓子还有些冲血 带有沉起的鼻音哑声道 哼 行了 他软着身子趴在榻上 歪着头看着蓝望鸡又道 蓝战你是毛氏气的吗 蓝望鸡微微汗手 起身给人拿要穿戴的衣物 魏无羡打了个哈欠故作吃惊道 韩光君果然非同常人 蓝望鸡手持衣物诞生道 蓝是作戏而已 此言一出又顿感不对劲 眸光又迅速锁定那人 果然那人正一脸狡黠地看着自己 蓝望鸡眉峰微不可查的一挑不再多说话 信不走进他边 魏无羡心知这人害羞了懒洋洋的迷着眼 又故意逗弄到 蓝战你怎么这么厉害 昨晚明明睡得那么晚 你竟然还是雷都打不动的毛氏气了 蓝望鸡脑海里浮现出昨夜二人颠乱导缝的画面 不自觉地猴杰滚动 他将衣物递给魏无羡 浅眸微锤不知可否 魏无羡忍明眠道 二哥哥帮我穿可好 我浑身哪哪都酸 这人娇真的模样 更是让蓝望鸡浑身躁热难耐 红着耳垂将人从宝贝里抱了出来 魏无羡伸手摸了摸蓝望鸡耳垂道 二哥哥 你耳都红了 在想什么呢 嗯 别闹 魏无羡又故意伸手勾了一下他的猴杰 蓝望鸡浑身微微一抖 魏无羡好笑道 果然蓝二公子的猴杰很是敏感哪 见人调戏自己 蓝望鸡越发耳红如屑 某一瞬只想将人摁在榻上 好好承接一番 又不知道他的身子究竟抗不抗得住 夹之一会还要附家宴 是一指的暗下躁动 笨笨纷纷的替人穿衣 过了好一阵 魏无羡才关系完毕 从屏风后走出来 蓝望鸡已经在岸上摆好早膳 等着他过来吃 魏无羡见食物都要堆满桌面了 嘴角抽了抽 不自觉的打击道 蓝湛云身不知处该家规了 不是说食不可过三晚吗 还有还有禁止浪费 你拿这么多早点 我们俩吃得完吗 无妨 再说了 今天你们家不是有家宴吗 我们先吃这么多可以吗 蓝望鸡柔声道 先果腹 先知自己的爱人 不喜欢云身不知处的伙食 所以特意多拿了些果子 糕点回来 魏无羡在蓝望鸡身旁坐下道 也是你们家的家宴指不定 也是万年不变的清汤寡水 多半是吃不饱 所以这是韩光君在心疼我 被人戳穿心思蓝望鸡 眼底样己一抹笑意 替魏无羡碗里填满了粥 魏无羡吸溜了一口粥 又道 放心的吧蓝湛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不给你丢脸